你说你平时总板着一张冰山脸,一副生人物尽的样子,怎么在我面前却跟在外人面前不一样呢?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你是什么人假扮的呢? 在外人面前跟在你面前自然是不一样了,就如同我会跟你睡在同一张床上,却不会同别的人睡在同一张床上是一样的道理。 这什么歪理啊,乱七八糟的,行了,既然明天你要去炎店,那我今天就陪着你,本来我还想着今天去黑市那边看看的,来了这么久,也一直没去黑市拜访。 说真的,我还挺好奇黑市会长是个怎样的人呢? 黑市会长,我只知道黑市里面的人尊称他为尊主,我曾让炎店调查过他的资料,不过此人信息几乎一片空白,神秘的不知来处。 但有传闻,说他与上游大宗没有关系,背后势力强大,就是八大帝国皇族之人,也不敢动他。 上游?什么上游? 你不知道? 你来这边也有段时间了,难道还不知道,我们所处的八大帝国范围,只属于东边下游的帝国? 我只知道,八大帝国各居一方,不是说八大帝国各居一方,本来就站在不同的方向了吗? 怎么说,只属于东边下游的帝国呢? 我一直以为,你是知道这片大陆分布的,没想到,你只知所在地方的分布,也罢,反正你也不会去哪些地方了,不知道也没什么关系。 听到这话,他不悦了,什么不知道也没关系啊,你就知道我不会去了,指不定将来某些天,我会四处去看看呢。 他深深看了他一眼,沉默了一会儿,这才将他带到亭中石桌边,坐下,从空间中取出一幅一米多宽的大地图来,他指着其中一片大陆的中下方一小块地方。 看到这里没有,这里就是凤凰皇皇朝所在的地方,像这片区域被我们区分为下游,因为这里是属于八大帝国的地方,而这里,这一片的区域分布为八大帝国,这一带皆属于东边地域,就是从这里到这里。 凤九趴在桌边,看着他一一给他讲解这一张他从没有见过的地图,这一张地图打开了他一片新的视野,一个个未知的大陆和世界,让他内心充满了好奇与期待。 可这上面的地方怎么都没写啊?你的这张地图也是不全呢?